好,剛才說 因為我們的自轉軸歪了23.5度 所以公轉一周 陽光紫色的位置會不同 然後就怎樣呢? 然後就造成你在地球上觀察 看到的太陽軌跡會不同 像這樣 像這樣 我上面畫了三條線 就是春分還有秋分同一條 然後夏至然後冬至 有三條軌跡 這個軌跡是以地球為中心 所以地球不會動 看到太陽在動 太陽在繞著我們轉的情況 這個太陽軌跡 好,那這個圖是怎麼來的呢? 是這樣子來的 有個地球 有個地球 然後咧 我們假設有個天 天上當作的球叫天球 假想的一個天球 然後有個太陽 然後我們說地球不會動 太陽在動 所以太陽會繞地球轉 轉一圈要多久呢? 一天 日溼日落 一天 但是如果這個圖這樣子的話 就表示陽光直射哪裡? 赤道 陽光有永遠直射赤道嗎? 沒有 所以呢 它會最北直射北回歸線 可是還是要一天繞一圈 最南直射南回歸線 好 也是要一天繞一圈 所以 所以我們 我們 以地球為 以地球當中心不會動 來看太陽 那麼我們的太陽是怎麼動的呢? 就是 地球為中心不會動 由最南邊算起 繞一圈 偏北 繞一圈 繞到最北 再繞下來 繞回原來位置 好 這樣子繞一圈 要多久? 一天 上去 又回來要多久? 一年 一年 這就是 以地球 當作不會動 地球為中心 所看到的太陽軌跡圖就長這樣 所以 太陽這樣繞 地球為中心繞 有一個人叫做赤道人 他的地 他的天 所以 翻過來 所以 赤道這個人看到太陽怎麼動的 從那裡 直直的升起來 直直的落下去 第二天換個地方 直直的升起來 直直的落下去 繞來繞來繞 都是直直的升起來 直直的落下去 這就是赤道的人所看到的太陽軌跡圖 有一個人叫做北極人 北極人的地 北極人的天 所以北極人看到的太陽怎麼動的 在地平線上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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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一圈 第二天升高一點 又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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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一圈 然後越旋 越高 到最後再開始 越旋 越下來 又回到地平線上 咕嚕咕嚕咕嚕 轉一圈 然後到下面去 咕嚕咕嚕咕嚕 轉一圈 那麼從這個圖上面的上半部 這個太陽下山過沒有 沒有 地理說叫做什麼 永遠 這個圖的下半部 太陽出來過沒有 沒有 地理說叫做什麼 永遠 所以呢 北極的地平線上 水平的 轉上去 轉下來 這個是北極所看到的四運動 所以呢 就有所謂永驟跟永夜 這就是南極用遠鏡頭拍到的永驟 看到他在地平線上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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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一圈 轉一整天太陽都不會下山 在地平線上咕嚕咕嚕咕嚕 轉一圈 就是永驟 剛剛跟你講的 北極跟南極的長相是一樣 都是一樣 在地平線上面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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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一圈 然後學上去再咕嚕咕嚕咕嚕 轉一圈 越轉越高 就是南極的永驟 南極的永驟 在地平線上面 轉一圈 太陽沒有上來過也沒有下去過 就在地平線上轉一圈 轉一圈 就是南極的永驟的情況 好 剛剛跟各位講過的 南北極所看到的太陽四運動 四軌跡的樣子 就長成這個樣子 OK 那麼 那麼 某個地方 某個地方 某一個人 某一個人 某一個人的地 某一個人的天 所以 某一個人的長相 就長成像這樣 長成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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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長成像這樣子 就是某地的太陽四運動 然後 待會兒會再解釋一點 所以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北回歸線 他在哪裡 五四三二一 請坐 夏至直升哪裡啊 北回歸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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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呼嚨的說 台灣 他說台灣就是嘉義 他說嘉義就是 北回歸線 所以課本上說 這張圖叫做 台灣所見太陽軌跡圖 事實上是 那你看到的 是北回歸線 看到的 就是跟你解釋 那三條線的來源 為什麼你會看出 那三條軌跡 分別是夏至 冬至跟春分跟秋分 我等一下會再做 更清楚的解釋 OK